嫌犯假冒難投高中校長的身分 打電話到學校福利社 表示需要1萬塊錢應急 請福利社人員拿錢到校門口 給穿白色襯衫的朋友 福利社人員交款之後 向校長求證才驚覺受騙 我已經聽過好幾個鞋子被騙了 而且報紙也刊單在屏東 高雄這邊也很多鞋子被騙 校門口監視器拍到 鞋犯開的車子 車身右後方 有一個酷似運動品牌的圖案 成了警方破案的重要線索 發現他的一個使用的車輛 還有愛迪達一個特徵 那我們根據這個車輛的一個特徵 來做一個積極的一個追尋跟查跡 詐騙案件頻傳 除了假冒司法人員 現在連校長跟縣長的身分 都成了被利用的工具 難投縣長林明正的朋友 之前就被假縣長騙了12萬元 這住在病院 很快 很需要用12萬 你把回來這個帳號 我兩天都憑你 這關得很要好 那麼他聽到說 現在關得很好 所以他希望 給他周轉12萬 目前假縣長還沒落網 而這名假冒校長的騙子 專門詐騙校園 犯案至少50起 遍及全台 目前警方還在清查 是否有其他的受害者 記得洪潔民來通報導